大家好,欢迎大家来麦子喜欢继续学习自动化测试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我们已经将我们的测试结果 生成了测试报告 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幅图 当我们想要对多个账户进行测试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测试的一个情况 首先我们点击一个登录 然后在这里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随便输,然后登录 大家来看,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里是不正确的 那么如果说不正确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测试用力 我们测试用力在这里还是有一点问题的 大家来看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放二个inuserlase 这userlase就是我们用户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用户信息 现在比如说这里参加了两条 第一条是正确的 第二条是错误的 我这用户信息生成的是一个由 这边组成的一个列表 那么再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测试了第一轮 再来看 在这里测试第一轮 然后点击登录 这里是不正确的 然后它会生成一个相应的 测试结果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测试 check result 如果说我们是一个错误的 那么呢 如果说我们再进行测试 比如说重新发送k值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就需要重新发送k值 这个呢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用户名和密码是正确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在这里输入一个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点击登录 再来看在这里呢 如果说我们再测试的话 那么这个测试流程呢 已经不适用了 因为我们已经登录成功之后呢 我们没有办法 这里没有登录按钮了 大家来看 在这里没有登录按钮了 那么所以说 我们在这里需要做一下处理 如果说我们这里已经登录成功了 那我们需要注销 大家看我这里有一个 在这个Math test1 这边点击的话有一个注销 注销之后 然后再点击登录 这个时候呢 才能做下一次测试 那么所以说呢 如果说我们登录正确的话 我们需要对我们的代码进行一下修改 那么怎么修改呢 我们在这里可以对我们这个返回值做一下处理 如果说我们这个check result 它会返回一个result等于-1 复一代表我们检查结果是出错的 那么如果说我们正确的话呢 我们的result 它是等于零的 或者等于处和false吧 那么如果说我们成功的话 我们这里返回一个处 然后呢 我们将我们的log返回return result 这是我们的一个检查结果 那么有了返回值 我们可以做一样什么事情呢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这里有返回值的话 result等于 那么是不是我这里就可以区分 你是错误还是正确了 如果result 它是处的话 那么在这里需要恢复现场 那我们所恢复现场所做的事情 第一个是注销 logout 第二个呢 是重新打开登录 要重新login一下 就是打开我们刚才的 界面 然后呢 我们才能够做先用的一个措施 那么所以说在这里 我们就需要再增加一个接口 define logout 在这里面我们应该看一下 应该传什么东西 肯定要传一个巨饼 然后传一个相应的仓数 那么这个仓数呢 我们在这里传ELE的DSCT 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两个信息分别是什么东西 我们再重新登录一下 登录 登录 登录之后我们审查元素来看一下 再来看 这个呢 它是一个 tick a 这样的一个标签 然后我们可以使用 放在element的 class 来找着这个标签 找到之后呢 我们可以点击一下 点击一下 我们这里会有个注销 然后我们可以使用 查找 test的方式呢 去查这个元素 然后呢 对它进行点击 这样呢 就完成了一次注销 再来看 这个时候我们就注销了 注销之后呢 我们再重新做我们的登录动作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需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 在我们的web info中呢 添加相应的元素 我们的 点击用户 出来注销的那个元素呢 是user menu 我们定义为这个key值 然后它的值呢 是dt username 它使用class name 这种方式去查找 第二个呢 是我们这个注销 它呢 使用 test的方式去查找 然后它的key呢 就是logout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修改一下 我们这个login model.py 在我们这个注销 方法中呢 我们可以使用d的 fand的 element by class name class name呢 就是我们的ere dict 的user menu 然后呢 我们找到之后 click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有了一个注销的项目 就应该出来我们的注销 然后呢 我们可以d的find element bylink test e-r-e-w-d-i-c-t logout 然后呢 点击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有了一个注销的动作 注销之后呢 我们再 去点击我们的查找 第一个是注销 第二个呢 是重新找到相用的元素 把永安送到重新给找出来 因为消失完之后呢 我们需要重新把它找出来 重新点击这个login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最简单的一个修改 这个result呢 是要在这里返回的 是在checkresult这个行数中呢 对它进行返回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对我们这个代码进行测试 看有没有问题 打开六栏切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测试过程 第一个账号呢 是正确的 第二个是错误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过程 首先 这是一个正确的 然后呢 我们进入到了登录后的界面 然后大家来看这里 我进入了注销 注销之后呢 我们又点击登录 然后呢 输入123123 这里会显示一个该账号不正确 然后我们这个关闭掉 关闭掉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那个log信息 它分别是account andpwd 一个是error 然后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测试报告 大家看在这边呢 这边 mysat163.com apc123456 它是pass的 但后面我们来看我们这个log呢 这边还是有点问题的 我在这里需要加一个回车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更好的表现我们这个测试报告了 然后一会我们改下代码再测一下 我们来看这个123123 这边呢会有个error 这个呢是该账号格式不正确 那么既然我们可以轮回的测了 我们就可以多加几个信息 然后呢 我们来修改一下 首先呢 我们要在我们的一个message中加入一个-n 这个要加一个-n 这样的话呢 我们每一行呢 报告呢 都是可以去分开的 第二个呢 我们来修改一下我们的userinfo.tst 我们要在这里加上 其他的一些用户名和密码 u-name 比如我等于空 后面的价格空 pwd等于123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应该报 用户名不能为空 然后u-name 等于 写一个正确的 比如说1at163.com 然后pwd等于空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先测试一下 这userinfo.tst 它能否正常解析 我们运行一下代码 带来看 在运行过程中呢 我们这边出了问题 它是在我们这个上乘质量的时候 这边会有问题 因为它这边呢 有一个空 带来看 这个列表中呢 我们都无认为两个 对吧 但是呢 在这个里面情况下 我们出现了一个 就这个是个空的列表 这为什么呢 这因为我们是以空格来做分割的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多了一个空格 在这个时候呢 就会出现问题 因为我们这边呢 多了一个空格 所以说会出现问题 那么所以说在这边呢 我们使用分号来进行分割 然后呢 我们把代码改一下 这边的使用分号进行分割 然后呢 运行一下代码 再来看是我们的运行结果 prd有的为空 user name呢 有的为空 那么然后呢 我们再针对于我们这个来做一个测试四种情况 这边可以打印信息 没关系 然后呢 我们 一会把打印信息去掉 打开 浏览器 第一个正常的登录 没有问题 然后呢 点击注销 第二次再登录 123 登录 然后重新再输入 这边呢 会提示我们有问题 密码不能为空 那个是账号不能为空 然后呢 我们这个测试过程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关闭掉 看一下我们的测试报告 大家看在这边呢 它会有下面这几种情况 第一个是正常的 第二个是该账号或者格式不正确 第三种情况是账号不能为空 第四种情况是我们的密码不能为空 大家看这边呢 它这边是有空格的 没有用 没有用户名和密码 那么这个格式呢 我们再可以继续优换 然后还少一种情况 就是用户名不对 然后我们一会儿来添加一下 再来做一下测试 user info中我再添加一条 我这个密码输入一个错误的 然后呢 我们user date是不用改 这个里面呢 我再加上一个 第一个是u 内幕等于 这边是pwd等于 这边是pwd等于 这边加上u内幕等于 这边是pwd等于 然后呢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这个代码 看一下下一次所生成的一个报告 把这个没用的关闭掉 我看一下这个结果 这是正常的 登录 注销 这个是密码是错误的 账户是密码错误 然后清掉 123123 账号不正确 再输入 账号不能为空 再输入 密码不能为空 然后测试结束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打印的过程 第一个是正确的 后面的全是错误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测试报告 再来看在这边呢 unim等于这个是pass的 这个密码 有一个是错误的 我们把它最大化 然后还有一个是 该账号格式不正确 该账号不能为空 密码不能为空 那么通过这几种呢 我们就能完成一个 web的一个用户 登录的一个基本的测试 然后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我们这节课 对代码的一个修改过程 第一个 我们一定要明确 当我们输入错误的时候 我们当前的空间 也就是当前那些元素 还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说 我们不用重新查找 我们可以直接返回来 直接再重新发送 相用的值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说我们讲成功之后 我们在这里一定要 做一个注销的操作 然后呢 重新查找相用的元素 然后呢 输入相用的值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做了一个区分 然后修改了一下 我们的 这个 这个行事 好 那么 这一节课呢 我们主要内容 基本上讲完了 我们主要是修改代码 可以支持安多账户的测试 那么相应的 我们这个 user info里面 我还可以继续 不断的加我们的测试 像 好 那我们这一节课的主要内容呢 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